要安装CCTV 但是Wire很难看 应该要怎样安装呢 这里有适合你的Wire的CCTV 你不用拉线 只需要借入插头罢了 连接Wi-Fi 你就可以通过手机 看到你的镜头的画面了 嗨 大家好 我是Benny 你的CCTV专家 我主要的任务呢 是通过以我对CCTV的了解 帮助你保护你的家人 同时我们也是 马来西亚冰城 EGVIC的总代理 今天就给你们介绍 三个适合用在住家的 Wire的CAMERA 今天呢 还也是有抽奖 也是有抽奖 今天抽奖的礼物是什么呢 ALUM LOCK 这个是一个锁头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呢 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锁头 不过其实这个锁头 它是有ALUM的 如果有小偷尝试要打开 你的捡你的锁头 或者破坏你的锁头的话呢 它会发出110分贝的声音 把它吓跑 同时 让你邻居 提高你邻居的注意 好 所以我示范给你们看一下 OK 我开起来过后呢 它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它在这个时候呢 是普通的锁头 我把它转过来 我会听到一个声音 这个时候呢 它才是启动ALUM 启动ALUM LOCK的ALUM 所以我就把它锁起来 把我锁完门过后呢 我就离开了 所以如果有小偷尝试要 撬开我的锁头的话呢 它一摇到我的锁头 就会发出声音 提醒它说 不可以动我的家啦 如果它坚持要进的话呢 ALUM就会发出这个声音 这个呢 OK 我关掉先了 这个主要是要引起 你的邻居的注意 最大的作用呢 99%的贼呢 都会把它吓跑啦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 好用的一个LOCK 一个锁头 你可以 一些比较啊 重要的地方 比如说你的大门口 你的后门 或者你的家有 旁边有空地的话 你就可以放在你旁边 那个Siding Door的地方哦 这个LOCK是非常的好用的 所以这个LOCK多少钱呢 是没有卖的 这个LOCK是没有卖的 我们只有送罢了 我们今天只会送出去咯 所以要参加的方法呢 是非常简单的 你们只需要公开分享 然后呢 啊 在下面留言 EasyVix EasyVix E-Z-V-I-Z 留言EasyVix过后呢 我等一下进去抽奖的时候 我就会slide那个page 三次 然后第三个 啊 我看到你的 如果你已经有分享的话 你就是今天的幸运儿 OK 哈喽 Yong 你好你好 OK 所以我们来聊一下 住家 那需不需要camera 需不需要camera 住家中camera的用处又是什么东西咯 所以 第一 你可以 哦 第一最重要单就是防贼咯 防贼之外 你可以把大部分的贼 所以就打如说今天有一个小偷啊 他就来到你的那个打满 那个打满有可能假设有时间的物质 如果你是一个小偷 你有看到有八间物质是有alarme 有cctv的 两间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你会选择哪一间下手 因为身为小偷呢 他有可能不知道哪一间家 是有现金 在家 当然他就不需要去挑一些难度 高的下手 他就挑一些挑战性比较低的 比如没有装cctv 没有装alarme的下手 所以 经过我们的统计 当然你是有装cctv或者alarme 你可以降低最少55%的犯罪率 所以 避免你成为小偷的目标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你可以看到案发现场 甚至有些camer 有些顾客跟我反映camer 他们装 是看谁偷他的鞋 谁进他的car posh 所以他是以这个是小偷咯 然后还有就是 谁偷他的花 这个也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 或者你发现你的家外面的花 被人家毒死去了 这个也是有可能是 camer就可以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咯 你可以看到整个案发的现场啦 这个是第一个是起到 防贼的作用咯 还有保护你的家 你的家的安全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保护你家的小孩咯 比如说你的小孩子受伤了 他就在哭啊 如果你没有camer的话 小孩子有 两岁以下的孩子啊 都不会表达也不会讲话嘛 他怎样知道要告诉你说我敲到头还是敲中我的腰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camer来告诉你 他是什么地方受伤 你才能够在那个地方 对症下药嘛 及时挽救 哪怕他敲到头啊 他敲到头还是敲到颈像 有可能敲到左头还是右头 有可能我们也不会知道 因为小孩子就只是会哭嘛 所以这是第一个咯 但还有小孩子的就是女佣咯 如果你的家里的 你家里是有请女佣的 有可能是照顾小孩或者是终点女佣啦 所以当然如果你是有女佣的家庭的话呢 这个主要最大的作用还是要保护你的小孩子咯 因为小孩子的话他不会讲话嘛 所以都是通常小孩子都是女佣陪在身边 所以这个camer呢就可以帮你还原整个真相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家里有长辈咯 很有可能长辈也不会打也没有手机 他有可能也不大会打电话 所以我们又工作在家 现在很多很多孩子都是在外工作的 所以呃在外工作又担心说到底我的父母亲 是不是还健康还安全在家 会不会跌倒 所以这个camer呢就可以看到你的父母亲 目前还是安全的咯 等同时你还能够跟他对话 这些virus camera呢都有双向语音的功能 你都可以跟他对话 你可以讲话 甚至你可以听到那边的声音 也可以让camer那边发出 你讲话那边就发出声音也是可以的 so camera 住家来说他的作用实在是非常多啦 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想要装camera 不过有考虑到一个问题 呃我们是住这家进去了 已经住进去了才想要装 不过那个时候呢我的家都装修好了 我真的不想看到这样多的wire 所以这些virus呢主要就是适合像你这种情况的 所以我跟你意义跟你们介绍一下咯 ok 所以呃我就先进行抽奖咯 我先进行抽奖咯 所以来请你们在下面留言 你们把这个这个直播呢公开分享 然后在下面留言 ezyvix 然后呢我等下我就会抽抽中一个幸运额出来啦 ok 适合住家的camer有哪一些呢 跟你们介绍一下咯 这两这两种呢 他是属于室内的 这一款呢他是属于室外的 他有什么差别呢 是这个有防水的功能 他可以放在外面有防水的功能 如果你会问说 如果我放在我的car posh 但是我的地方不会种到雨水的 这样我需不需要放防水的 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可以选择咯 你可以放室内的也可以 你要放室外的也是可以的 这个室外最大的作用呢是两个啦 第一个呢 他有防水的功能 这是第一个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他有alarm的功能 就是说如果你设定一个时间 比如说两点到六点之间 有人出现在你的car posh area的话呢 他会通知你 你的手机app会跳出来 会给你知道咯 同时这个camera会flashlight 跟响声音 把那个贼吓跑 这个是属于alarm camera 很适合放在室外咯 就是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啦 然后这两个呢是属于室内的camera咯 这个呢它是广角的 它是普通的camera 90度 这个camera呢是110度 它是广角近的 它的安装方面呢也非常的简单 甚至你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就可以把这个camera装上去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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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它的特别在于呢 它的头是可以转360度 另外它有自动跟踪的功能 它可以看到那个物体啊 比如那个人哦 从大门口走进来 你走走走走走 它就跟着他走哦 走到它消失在画面里面 传统的virus camera这个时候 镜头就会停在那个房间那个地方啊 因为虽然你想要照的是大门口 不过它是停在那个地方嘛 这个virus camera它就是一个聪明的设计 它30秒之后 你这个人没有从后面走出来的话呢 它会把头直接转回去那个大门口 照着你本来想要照的地方 哦 这说法现在只有这个camera 它本身有这样的独特的设计啦 ok 好 这样的话 ok 呃 第三个呢 这个就是 啊 alarm camera咯 alarm camera的话呢 除了刚才讲到它有alarm的功能 它有防水之外 它有增强天线 因为它是通常放在室外嘛 所以室外通常离你的model会比较远 所以这个天线呢 可以放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比如你的carpots的最外面啊 都是适合的 ok ok 这样我们现在开始抽奖咯 ok 所以抽奖的方法很简单 今天我们的抽奖是要抽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alarm lock 这个alarm lock多少钱呢 是免费的 今天我只会送出去给你们 这个呢 是送出去的 ok so这个alarm lock呢 它是怎样操作的 它就像一个普通的lock这样子 不过它有alarm的功能 所以我示范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样子是个普通的锁头 ok 如果我把它转过来 我关上去 我锁好门 ok 所以我把门锁起来 ok 就这样子 我就可以离开家里了咯 所以如果这个接接 这个接接接纳啊 有人尝试要撬开我的手头的话呢 它就会发出声音 第一 就要把那小偷吓跑哦 那小偷如果坚持不离开的话呢 它会发出这个声音 这个alarm发出的声音呢 高达110个分贝 所以呢 肯定可以把小偷吓跑 而且 让你的邻居 或者附近的人 注意你的地方 从而避免一次 一次灾难的发生啊 ok so 抽奖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 share我们这个直播 你只需要share我们这个直播 然后呢 在下面留言EasyVix EasyVix ok EasyVix 我记得要公开分享哦 你留言之后呢 等下我就会抽出一个幸运额 怎样参加呢 我就会flash reflex三次 然后第三个 就是今天的幸运额了哈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咯 ok你们不要停了哈 第一次 留言不要停 流言不要停咯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三次 ok按进去 第三个是 一二三 Joy Lo J O E Y L O W 你有在吗 J O E Y L O W J O E Y L O W 你有在吗 OK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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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Joy Lo 给你 OK 所以我讲回去 我这个camera的 啊一些介绍咯 所以 这个camera 是广角的camera 我给你们看 我给你们看看一下哈 哦 Kelvin Lim问说 Alan Lock防水吗 Alan Lock是防水的 没错 是防水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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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camera哈 它里面的东西有什么呢 我给你们一样给你们介绍一下咯 你打开过后看到一个两个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装着的是一个camera咯 OK里面装着的是一个camera 然后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 OK 里面有一本说明书哦 彩色的说明书 非常的漂亮的 非常的漂亮的 而且呢有六国的语言啦 So 我看的东西中文跟英文啦 连其它是Korea Vietnam那些咯 OK 五六种的语言咯 OK 然后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 一条cable 这个cable呢 它的长度是三个meter 三个meter的概念是怎么样啊 就是从我们的手这样子 到这里来是一个meter咯 所以三次三次 所以是非常长的 你的插头 如果你想要放camera的地方 呃 它的插头离它是一两meter三meter 你也是不用担心咯 它也是适合的 OK 然后 它有搭配一个插头咯 这个插头 让你把这个插上去 然后把这个呢插去camera里面 这样就可以啦 哦 这样子简简单单插头 插进去 开店 然后用手机app 零wifi 呃 去app store那边就下载这个egvix 哦 下载这个egvix哦 你就可以 大概设定值两分钟这样子啊 你就可以看得到camera的画面了 OK so 这个camera要怎样安装呢 为什么刚才讲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呢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 OK 除此之外呢 里面还有搭配 一个 双面胶 跟一个铁片 在哪里做什么东西呢 首先 这个camera本身哦 它有三种的方装法 第一 给我这里准备一个铁箱 这是个铁箱了哈 它这个camera本身是有细铁的 所以如果你要放你要装的地方啊 是有铁的材料的话 完全你用一个螺丝 你也不需要去用啦 你需要吸附着它 它就可以这样锁着了 所以它就会挂那个地方啊 是很稳的 很稳的 Slam它的装法呢 有三种方法啦 第一种呢 你可以就这样把它放在上面 就比如说你放在你的坐纸上 也是可以 这样第一种方式咯 第二种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 旁边像挂着的挂在旁边咯 也是可以 第三种方法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它吊着 吊着就这样子咯 OK 这个时候有人会问咯 我吊着我的画面不是倒反吊了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在手机app里面呢 有一个刀 把画面倒反了 你就把它倒反了 就会恢复正常的 啊 角度了 OK 所以它有三种的方法啦 所以刚才 有提到吗 它一个铁片 拿来做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个双面胶 拿来做什么东西呢 万一你要装 camera的地方啊 它是 嗯 不是铁的材料 这样我应该要怎样安装呢 所以它搭配个铁片给你 这个铁片呢 有两种方法 把它放在那个木或者是partition的地方啊 第一呢 就是 你就在这个地方钻螺丝洞哦 把这个铁片呢 就把它锁在墙壁或者是木材的地方 锁好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camera靠近它 它就吸着了 它就这样子吸在墙壁旁边了 OK 这是第一种方法啦 然后第二种方法 如果说 你要装的地方是玻璃 比较滑面的地方 你不需要转动 你只需要拿它附带的装面胶 粘在这个地方 就把它粘在玻璃的地方 哦 比较光滑的位置啦 粘好之后呢 不需要转动 就把这个camera靠近它就可以了 它就会吸附在旁边了 所以这个camera的设计呢 它是属于plug and play的 不管你是什么 呃完全不会 不懂得怎样动手装camera的呢 这个也camera也会适合你 哦 这是第一个virus的camera啦 它是广角的 OK so我们go for 下一个咯 这个camera呢 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属于360智能跟踪camera 我开盒子起来 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咯 呃里面也是先看到一只camera先 然后 再往下看到一本说明书咯 也是一本彩色的说明书啦 里面详细有介绍 怎样子setting你的camera 当然我们也会附送一个video给你啦 你跟着我的video两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盒子啦 我们看看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咯 首先呢盒子里面有一个三个meter的usb cable咯 ok so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 第一 它也是一个插头 刚才的cable就插进去这个插头的地方咯 你看接下来 它有搭配一个bracket 这个bracket呢 是让你锁在 呃墙壁 木材 或者是 呃扬灰的地方都可以啦 所以它的装的方法也很简单 如果你是把它锁在 架石或者木材的地方啦 你是不需要任何工具啦 因为它搭配上那个screw给你 你就把这个screw呢 这里有个粘子啦 你就把那个粘子吼 跟着你的墙 粘在你想要装camera的地方 就这样粘着 粘好之后呢 在上面有三个打 三个胶 ok 这三个胶呢 你就 呃把螺丝转进去咯 转好之后呢 ok sorry 你要先把这个放上去先 放上去过后呢 你就锁进去 它就会粘在墙壁上咯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的camera就 把它套上去就可以了 我示范给你们看一下 ok so这个三个blacket咯 这是它的camera咯 就这样子 转 转一下子 然后就套上去 看到吗 好 如果你们需要maintainance 还要拿下来的时候啊 就这样子转一圈 就拿出来了 哦 虽然安装是非常的方便 ok 你们对于这两款的virus camera 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 你们在下面留言哦 等下我就会回答你们了 然后这个camera它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首先它有bibacy mode 什么叫bibacy mode 如果你要把它装在你的家里啦 有可能某一些时候 你不方便camera启动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在手机上面哦 启动一个叫bibacy mode的功能 你按了它过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手机的 嗯 这个camera的镜头啊 它要往上推 直到画面被覆盖为止 ok so这个时候呢 你的camera就 呃 正常操作 不过它没有画面出现在那边了啦 这叫bibacy mode咯 隐私的模式啦 然后它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啦 它也是也是蛮用型的 就是memory card 很多人买了这个camera过后啊 它甚至不知道memory card应该要放在什么地方 因为传统上的memory card都会放在这个附近嘛 so 这个camera你怎样找都没有看到这个memory card的slot so它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呢 它就把它躲在下面 就在盖子那边 so我看那个盖子我把它打开哦 你们看到吗 它的memory card是收在里面的 so 啊旁边的那是reset button啦 如果你 你今天 想要把这个camera拿去别的地方setting的话呢 你就 把它做个reset咯 这个button就是做reset的 so 这个camera呢 它可以转360度啦 其实是340这样子啦 因为camera它停下来的时候啊 它可以照大概一个90度嘛 所以等于它可以绕整个360度咯 你看啊 ok 那上下呢可以110度 上面 下来 这样子咯 so 同样的这个camera你可以三种的装法都ok的 第一个呢就放在做纸上咯 这样子放这咯 ok 第二种呢你可以这样子挂在墙壁上 就像这样子咯 如果这是你墙壁啊你这样挂着咯 第三 你可以吊着也是可以的 倒立着装咯也是可以的 它的画面也不会说到反的 你可以用手机把它转过来 ok 这个是第二款的camera啦 so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ok ok 这个cctv安装是会被弄到家里很肮脏的 ok这个问题很好啦 so virus camera它 它 主要 特别适合 用在 住家 而且是已经装修好的 所以 它不像传统的wire cctv 你要先 从头拉到尾 这不需要的 只要附近有插头 然后呢就 跟着这个方式 锁螺丝洞 所以它不会造成太大的灰尘的 就转那个螺丝洞的会一点灰尘 所以妈妈掉就干净了的 所以它设计方面也是蛮照顾到这一点 ok 所以 已经住在家 适合安装这个吗 对 这种camera呢特别适合 啊 住着的家 现在也蛮多那些电雾 已经开始go for wireless了 啊 for电雾的话 通常比较适合 比较多人喜欢啊 就是这种固定镜头的 因为for生意来讲呢 有可能他要造的地方很很准确 比如说 呃counter啊 呃 桌子啊 或者是lobby啊 所以他们就不需要 呃他们可以选择啦 就不需要去转头哦 他们就看着一个固定的地方哦 for business 的来讲呢 这种会比较多人喜欢啦 然后以住家来讲的话 这种呢是比较热销的 因为呃 住家的话比较想要 看整个 surrounding 整个范围啦 所以这个camera的话是比较热销的 ok 所以第三个是alarm camera啦 ok 多少钱 这两款的camera呢 价钱是很实惠的 这个camera呢 才是只需要99元的了 只需要99元的了 ok 你只需要一个99元 你可以 呃 找个插头插电 零wifi 你的手机会看到camera了 然后这个呢是139元 哦相差大约多一个三四十块样子啦 这个的话呢也是一样 你只需要插入电源零wifi 你可以通过手机 可以控制他的头转360度 你可以手动也可以直动的 ok 这个呢是alarm camera啦 我开给你们看一下 开起来我会看到一个camera咯 ok 一本说明书 也是一张贴纸咯 这个贴纸呢是让你把它黏在你要锁camera的地方 然后跟着这三个圆孔转动咯 ok 然后呢 他也有搭配 螺丝咯 螺丝 然后螺丝 然后这个是防水盒啦 如果你的 你的那个 啊camera咯 这边是插电的吗 一个是插电的 一个是nevo cable啦 这nevo cable是可选的 你有没有插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本身是有wifi的 如果你 你要装camera的地方实在是非常非常远的话 wifi完全没有收到 这样你可以用nevo cable的方式咯 然后这个是个防水盒啦 你可以把它做在里面的话 它就会起到保护的作用了 这个地方就不会中到雨水咯 camera本身不会中雨水 它的接头也不会中到雨水咯 这是它的一个小配件啦 然后接下来 哦 这个是个插头咯 一个插头咯 一个插头咯 所以你的camera 你camera 你camera这样子插电罢咯 就这样插电 你令wifi 你的camera就看得到画面了 这个呢比较适合 这个是alarm的功能 如果说有小偷什么尝试 要在这段时间出现在你的家的范围的话 它会闪灯 然后想声音 把它吓跑哦 ok ok 然后呢 这个的材料它全铁的 如果你们有亲手动到的话 你们就会 啊 同意它的材料是做到非常非常的好的 这个 所以给你们看一下咯 它的前面呢 它的旁边 都是led的灯啊 然后 这钟以上的镜头咯 它的头啊 这个地方如果你装的时候啊 它可以适合任何一个角度啊 哦 它可以适合任何一个角度 都适合的 它的头是可以 呃 fix在一个地方 头可以转360度 然后固定在那个地方 好 所以你不会 不会说装的时候 受那地方而限制咯 哦 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有一些下的功夫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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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台是多少钱咯 我先回答你们一下咯 这一台呢 是269元 269元 如果你的家 目前没有装Alarm的话啦 这个对你来讲 超级划算咯 因为你不需要装Alarm的情况之下 你等于有了Alarm Camera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so VR用手要怎样购买 你可以inbox我们啦 这个呢 你只要inbox我们Alarm Camera 我们就会发送给你那个 下单的细节咯 你只要banking给我们 我们通常就会各天发货啦 全部都是有现货的咯 ok 援用手问 ok 等一下 VR用手问说 晚上拍得清楚吗 ok 这个呢 呃我也跟你们介绍一下咯 这些camera全部都是有红外线的功能的 差别在红外线是强还是超级强吧 这个呢 它的红外线灯呢 是12个meter ok 这个是10个meter 如果你要放camera的地方是呃 希望你要放的地方会比较暗的地方啊 你可以考虑放这个alarm camera 它可以去到30个meter 因为它红外线是增强的 因为它用在室外嘛 所以他们考虑的环境啊都是比较暗 比较远 或者 比较 呃 需要 需要安全性的 所以它的设计也是一样咯 连它的memory card 也是用螺丝锁着的 就不会给人家轻易去弄到它咯 ok 援用就问说 店没有wifi的话 有些怎么样的配套安装 ok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通常上哈 virus camera 你们所知道的 呃 要用手机app 没有wifi我根本都不能操作嘛 所以我们的 EGvix呢 也可以说现在是唯一一个 是有recorder的 它是一个唯一一个有recorder的virus camera 因为它是专门做virus 做camera system的 所以这virus呢 可以让你在不需要internet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 看到camera的画面了 怎样子操作呢 就是这个virus camera 它本身是virus record 它本身是virus的 就算你在没有internet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把这些camera们呢 搭配进去这个recorder 让他们virus连接 连接好过后呢 这个recorder 你连去电视机 monitor 你就会看到这些camera的画面了 它有四个channel跟八个channel 有两种啦 哦 这三个特别的地方咯 OK V6 V6 录在什么地方 每一粒camera 它有三种的recorder方法 第一种呢 通常人家都会选择的是memory card 每一粒camera呢 你可以插memory card进去啦 它是micro SD的 最高也需要128GB啦 然后 第二种方法的话 就是它的cloud的功能咯 它本身可以subscribecloud 但是cloud是付费的啦 OK 一年大概是百多块这样子咯 第三种的方法 就是我刚才有所介绍的virus recorder 你可以用recorder 里面就可以装hardist了 然后你可以做到recording的方式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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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马 阿安中 6 室外没有插头 有什么那个可以适合 OK 室外没有插头的话呢 你不妨 我会推荐你我们的battery camera 这个battery camera呢 就跟正好适合你 如果你要装camera的地方呢 是没有电源的 就是没有插头啊 你用我们的battery camera battery camera 本身是有built-in battery的 很可爱咯 小小粒包像企鹅这样子 OK so 你会把它打上去 打开咯 里面就可以放那battery进去咯 我放你们看啊 看到吗 他camera就亮灯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送个手机setting 然后就可以看到camera的画面了 完全是不需要 不需要去拉电也可以用啦 所以我也补充一下 这里camera多少钱 然后没有电的话怎么办呢 这里camera一定是399 一的camera是399 如果你想要更加方便更加简单的话 你可以装一个solar panel 这个solar panel有什么用处呢 你可以把这个solar panel呢 连接到我们的battery camera去 连在一起哦 只要这个solar panel是向着太阳 它会一直为你的camera充电 所以你可以完全不用把那个camera 的battery拿出来充电的哦 经过我们的测试啦 它每一天呃 我们就把那个camera电池用光过后 它每一天除了供电给你的camera 足够它操作之外呢 还会添多10%的电力进去咯 也就是说10天之后你的battery就会满了 好所以这个是蛮好用的 这个是价钱是蛮实惠啦 因为如果市面上你要找到一个battery camera的话 真正的built in battery camera 呃 市价大概around1000块左右啦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经济又实惠啦 可以 哈哈哈 音信 你的cctv可以看了 哇 哇 恭喜恭喜 很高兴帮你解决了你的问题了 啊 哈哈哈 ok memory card最大多少 ok memory card的话 通常可以最大是128GB啦 除了一些特定的model可以去到256GB咯 然后memory card的话 大部分的人都会问我说 可以保存多少天的video咯 ok so我们就讲这个example来说啦 他的recording呢是motion record的 就是有东西动就会record咯 第一是他省那个容量咯 第二他增加那个天数咯 你录的天数就更加多咯 所以如果你是64GB的话 大概可以 呃 10天这样子哦 128GB大概可以20天左右咯 大概像这样的啊 我们测试过后得到的成绩啦 ok Janet Wei你问的是哪一个 呃 camera啊 刚才我我讲到时候是讲这里吧 这里的话呢是399元咯 这是battery camera啦 then如果你 呃 用用完他battery过后啊 他平均上可以耐3到6个月的电 电池可以耐这个天数咯 如果你用完过后呢 你可以 你在背后有一个插usb的洞啊 你就插进去充电咯 啊 你充几个小时啊 满了过后 又再拿出来用咯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啦 还有更简单的是怎么样做呢 你就装一个sona panel 这个sona panel呢直接 借进去他的 他用他一个防水的设计的 他借进去camera后面那个usb洞的地方 你把它放在太阳下面晒 so这个camera本身呢 他就不需要把电池出来炸小咯 然后这个又多少钱呢 这个是99元 啊一个是99元吧 等于说你这个camera配上这个sona panel的话 啊 三四百元不到啦 三百多块吧 啊三九四百多啊 不到五百啦 啊四百多块 你就可以有一个自动 我用充电的camera了 battery camera 不用再担心说我要扒下来去充电哦 哈 哦 谢谢你的耐心教导 哦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最重要啊 啊 适合你啊最重要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 ok 嗯 嗯 圆圆圆啊 不看掉了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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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圆圆说多少价钱呢 ok 所以我就重复一下咯 因为我不断你问的是哪一款啊 这个 广角camera一个是99元 一个是99元的哈 这些camera全部可以涂地操作的 这个就a咯 ok 这个是a咯 a 广角camera 一个是99元 b 360自动跟踪camera 一个是139元 嗯 ok c 这个是 alarm camera alarm camera一个是269元 d 这个是battery camera battery camera一个是399元 哦 这4款呢 是我们最热销啦 特别适合用在住家的 哦 ok 所以你们对于这些virus camera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 这些camera全部都可以搭配recorder 的咯 recorder刚才我介绍了啦 这个recorder呢 你可以通过wifi让它连接 这个也是市面上唯一它有 这个egvix呢 呃 有这样的系统罢了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recorder呢 通过wirus的方式 跟你camera连接 连接了过后呢 你在不需要internet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把它领堵你的monitor 或者是电视机 看到这些camera的画面 而且它能够做recording在里面啦 因为它有一个可以装hardlist的 里面可以装hardlist的 这个如果是4channel的话 200多块罢了 200多块罢了哈 ok 如果这个camera呃 请你们帮忙分享这个video出去啦 因为 很多人想要装camera 他们还不知道有wirus camera 这一个park so 造成第一 他们错过了装camera的时机 变成给小偷有机可乘 当到事情发生过后呢 才知道要装 不过已经太迟了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去了 所以哪怕是你装一个两个都好 你可以大大的降低 那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而且可以保护到你的家人啦 这样子的话呢 嗯 我comment ok go je long 0n有货吗 ok 多少钱呢 ok so 这些camera呃 0n的话 也是有分1MP跟2MP的 这个是2MP的 这个是1MP啦 ok 1MP的话呢 是139元 2MP的话呢 是189元 189元 这些1MP全部都是高清的 当然 有人 已经驾跑车 不过他想要驾turbo的跑车 所以这些就像跑车这样子 他的清晰度已经很高了 如果你们想要更加高 你们就可以考虑go for 2MP 2MP就是1080 1080 1080 ok 这个啊 这个是 因为MP就是720的话呢 是139元 1080p的话呢 是189元 嗯 这些都有现货的 这些都有现货的 我们的公司呢 就在大三角 宋万庆 BS Technology 我们本身就是 冰城 马来西亚冰城区的总代理 ok 我们正在 因为这个产品我们 亲身使用过后啊 发现到很好用 第二帮了很多的人 很多人想要装camera 不过又因为考虑到wire的关系 所以一直迟迟不能够装 所以 这个呢 就可以让你马上 就安 拥有一个安全的家咯 而且 有一些功能咯 有一些 用处咯 你可以 看看你的邻居啊 看看你的家里的情况啊 宠物啊 都可以咯 ok 所以 呃 你们要下单的话呢 就inbox我们咯 啊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啦 这个是A咯 广角camera a咯 一个是99 这个呢 是 B 360 自动跟踪camera 139 这个是C alum camera 269 然后 这个是D D的话呢 是battery camera 走电池的 399 ok 所以你们在下面留言 或者inbox我们 ABCD 几个就可以啦 哦 两台以上呢 是免运飞的 我们会包邮给你咯 两台以上是包邮的 ok 喜马包邮咯 这样的话 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们 过后 还有任何疑问的话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者inbox我们 我也会把我电话写在下面啦 你们对于CCTV 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 欢迎你找我咯 ok 我是Benny 我们下次见 拜拜